柯文哲爆出政治現金 假賬風波 會計時端木正第一波就被搜索約談 原本兩百萬元的交保金 因為銀行還沒開 籌不出這麼多的現金 改為一百萬元交保 但對於各界的滿滿疑問 一句也不答 相對於端木正沒有任何回應 柯文哲進辦的財務長李文宗 被請回後態度顯得從容 或許是列為證人坦然面對訊問 但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他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李文娟 要不要澄清一下 從十四號的上午被搜 直到凌晨才獲得交保 李文娟顯得相當疲憊 日前監察院公布2024年 證據現金會計報告書之後 柯文哲被指出有多筆款項有問題 台北地檢署十二號分他自然捐辦 將會朝三大方向 第一 有沒有做假賬 有三筆的活動費 說有給承辦公司 但負責的十樂 尼奧售沒有收到款項 另外還有一筆一千三百萬元的授權金 怎麼會流入木可公司 最後就是會計師端木正 出現十七筆誤報漏報 這一次行動中 端木正李文娟列為被告 被儘管數位監控 木可公司作帳員工何愛廷 五十萬元交保 端木正助理陳偉軒也交代不清 被列為被告 和李文宗還有尼奧十樂的負責人 戴莉莉都請回 涉案的會計師端木正 以及木可負責人李文娟 在交保之後呢 其實有接受檢方的電子監控 也就是呢 由檢方發出了手機 要求在限定的時間 要來跟監控中心來視訊 而且這個視訊同時呢 也是有定位的 就是防止他們逃亡 檢方還要比對 是膽舉出問題 還是有人從中坐手腳 只是柯文哲選過 兩屆的台北虛角 對於證據現今的申報 應該有經驗 他和黃珊珊不排除 有可能是下一波的 約談對象 體力圈新聞總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關擲 income Chargers 余 暹